那你会不会观想龙树菩萨 很简单 像佛陀一样的 在转法轮 那么他头上特别不一样 有七条龙 有七条龙 各种颜色的不同 七条龙 七就是圆满的意思 七怎么圆满呢 很简单 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 也没有第八天 没有啊 就七天 当然就是圆满 七就是圆满的 为什么有七条龙 因为他圆满成就 所以有七条龙 你看 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 这个上帝啊 创造天地 从第一天到第六天 第七天他休息 再来没有第八天 从第一天 一直创造了六天 到了第八天 到了第七天 他就休息 所以今天我们周休二日 一个礼拜休息 休息两天 或者什么一历一休 还是两天啊 对不对 周休二日也是两天啊 这个人啊 就已经偷懒了 上帝都没有偷懒 人居然偷懒 如果是我 我一个礼拜啊 做七天 从来没有偷懒了 我要更精进的 因为荣述菩萨是千步论足啊 他写了一千步啊 千步论足是赞扬他的 他写了非常多 他学问非常好的 谁能比得上龙树啊 他还是佛教显密八宗之主师 谁能比得上啊 没有人 佛教里面没有说八宗之主 龙树菩萨 这么大的菩萨 过气 妙云自在亡佛 大家想一想 然后 我们就产生了观想 手印 跟持咒